我告诉你们跨境电商是一道风水岭 你跨过它等于你逃离内卷 直接出海做外面市场 你相信我老外的钱好赚 真的 就是它的竞争比较小是不是 我再告诉你们行业机密好不好 但是你先说 你们知道TEMU吗 你们答出来 TEMU 但是它这个并不好吧 它的口碑咱先不说道德评判 咱从商言商 你们想赚钱 我就跟你们从商言商 你们知道TEMU是谁的吗 知道不用说了 都知道是吧 不知道的现在也都知道了 PDD的 PDD口碑我不讲了 现在怎么样 它在这边采取的模式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对 它刚出来的时候 他刚来大概什么时候 我觉得也就两年前三年前吧 就疫情期间 我记得就疫情期间嘛 他刚来的时候 你不要说老外看不起他 我们在这边的中国人都看不起 就这玩意儿过来 就国内那套模式卖这么便宜 这谁会买啊 以前该亚马逊买的还是亚马逊买 但是你相信人性是不会变的 谁都是要便宜的 大家记住做生意的本质就两个 第一买同样的东西买便宜的 第二同样的价格买相信的 能明白吗 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东西 我跟别人嘛 你们不认识的人嘛 我卖一个价格 你肯定是买我的 但如果他卖的便宜啊 你们有可能会去买他的 所以TEMU他在这边就打低价层 这边下单了 从中国寄过来要等了 但是等了 大家等了 时间又不值钱了 我还是那句话 时间换空间嘛 时间换便宜一点嘛 老外愿意的呀 而且都很便宜啊 一块九毛九 两块九毛九 这老外买当的跟你开心死了 你们知道美国 对 美鲁国有一个生意啊 是普通人他们无法理解的 美鲁国有很多一元店 你知道吗 啊 一元一元 一元一元 现在已经全部都涨成一块二毛五了 但还敢称自己叫一元店 你知道一元店 你觉得里面就跟 就挺破的 说实话就感觉 破破了了了 然后感觉里面都是流浪汉 比较穷的人 一元店我就没见过倒闭的 而且是一直在开连锁 一直一家又一家一直在开 说明什么 生意好啊 因为美国人 你不要看他们什么平均 美鲁国 他们平均年薪什么五万六万美金的 普通老百姓 需要税是到手 可能三两三千美金 三四千美金 他们乱花的呀 他们贷款买车 贷款买法 所有东西全都是贷款的 也就是说 他们一个月开支多少 全都算好的 然后赚的超过这个 可能再存个一两百块 都里就那一两百块钱 他买东西都是 玩多了玩多了挑的 所以他们去一元店 就有一种那种唱油的感觉 你知道吗 他在一元店里面唱油 想买什么随便买都是一块钱 所以一元店生意特别特别好 你看在美鲁国 倒闭的都是什么商场 想做高端又不高端的 就那些连锁店全都倒闭了 最近几年 倒闭挺多的 因为互联网对美鲁国冲击 也是很大的 我感觉现在 那个Amazon都已经被 国内商家占领了 美国的Amazon上面 90%是国内商家 大家知道吗 我觉得是的 而且前几年 就前多少年是很好做的 现在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所以有些小伙伴靠直播的 有时候想不通 就明明咱中鲁国房子 牛棚马棚这么贵 都是零业 谁来买 你们想想谁来买 这些做外贸的 这些做出口的 他们有钱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学英语能明白了吗 有些人说你不爱国 让我们学英语 一句话就是去赚外国人的钱 我爱你们 你别跟我扯爱不爱别的东西 我爱你们就可以了 而你们每一个人是组成 未来社会的每一个基本单元 你们好了就好了 整个社会就好了 所以昨天我看到有个粉丝说 英语太难了 能不能学小语走 我说我直接就跟他说不行 英语是所有语言里面最简单的了 你英语都学不好 你别语言更学不好了 那也是哦 有道理 就是大家如果英语学不好 你记住英语已经是最简单的语言了 他只要你会念 会说 你基本上就会读会写 你中文完全是两条语 英文书都买了两年 就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就具体怎么学英文 我这边不再讲了 你们去看我的那个直播切片什么 你就说Jack 然后学英文 肯定有啊 你们自己去看 就看英文电影啊 这些东西 但我继续跟你们讲下去 你们知道在美陆国 电商对那个实体电冲击也大 但是没有中路过那么大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是 我个人感觉也是 你觉得为什么 大家可能在国内不太知道这里的情况 我知道 因为他的都和线下的是差不多一个假 你看带媳妇做了两三个月直播 从嘴巴退化到不能讲话 结巴到现在已经能抢答回答问题了 对还有物流问题 物流不是问题 以前我们刚来美陆国的时候 都是USPS 就美国邮政 霸占市场 后来Amazon起来之后 亚马逊自己收购各种物流系统 现在全用它了 你够便宜够快 周六周日送 大家就用你 你知道美国人的那种傲慢吗 我从美国邮政我就能看出来 多傲慢 下午四点下班 谁下班了之后是下午四点 我能过来邮寄的 然后周六周日 周六开到十二点 周日不开门 就那种傲慢 就难怪一定有没这私营企业给打掉 真的是 他这个是国那个他 USPS他在这边 他是快递嘛 他是快递员 但是他是属于美陆国的公务员 知道吧 所以他很傲慢的 那有了亚马逊之后 那直接给他打掉了 现在 所以物流不是太大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吵死了 对呀 丑死了 我嗓子疼哎 是我嗓子疼 我嗓子疼 我给你们这样叫 你别叫 不要你叫 周末不发货 对是周末不发货 我是我是 谢谢大家关注啊 我的直播看一场扫一场 哪天我嗓子坏了 哑巴了 我不直播 你可以用那个 我快了 我快了 我感觉我已经快哑巴了 张嘴 指张嘴说来 预备开始 我指张嘴啊 没说话 张嘴说好一点的话 我粉你个福 张嘴说好一点 那我继续跟大家讲 不是媳妇 对我就不讲 哼一哼 对 大家会生气的 你不要这样 大家没生气啊 就你生气 我好啊 就就跟你们这么讲了吧 就差不多了 就到这了